看第二個石油 我們去看看石油這邊 好 石油技巧 重點這邊 石油是屬於蠔合物 把它洗上去 然後呢 它還有多種的手機 碳氫化物 然後這個下次我會把這個石油的那個 體驗啊 石油的那個什麼 叫做分解的部分 我把這個圖表畫給你們看一下 ok 先把技巧 第一個石油是屬於蠔合物 那麼看一下畫起來 剛從這個油框裡面看起來的石油 是屬於 畫圈起來喔 黑色的 稱為原油 那無法直接使用 我們要經過分六之後啊 這個分的旁邊寫量區喔 分六 分六是利用什麼東西不同 你知道嗎 利用它的那個什麼 不好意思 利用它的廢聯不同 讓它能夠產生蒸發 變成氣體 然後呢 去得到無藥的東西 它利用分六的方式 得到各種無藥的那個池類跟蠔合物 然後常見的東西也很熟悉 石油氣跟汽油 那簡單講喔 我們這個利油槽裡面應該長這個樣子 這裡有個煉油槽 然後裡面會有分好幾層 你要你把這個石油倒進去裡面之後啊 你會利用那個加熱的動作 然後利用它的廢點不同 那當然 越往上面的話 它的溫度是怎樣 越往上面的話 它的廢點是比較低的 越往下面的廢點呢 就比較高 它在這邊就流出了這邊 這樣子 聽懂了喔 OK 好 那麼你記憶在第一個東西是 石油氣主要是餅碗跟釘碗 石油氣主要是餅碗跟釘碗 那麼石油氣加壓以後會液化 稱為液化石油氣 這個旁邊寫陽區喔 這個 餅碗跟釘碗就是我們一般所用的什麼東西 桶裝瓦斯 桶裝瓦斯所謂的那個 冰碗就是用的是液化石油氣 那麼注意喔 液化石油氣是無色無味 無色無味 問題來了喔 我問你喔 你家的瓦斯啊 是無色無味嗎 它是 呃 無色的話 是無色沒有錯 但是它有味道 可是它味道並不是它本來就有的 而是故意我們人類把它加上去的 為什麼 因為你聞到了臭味 你就知道說原來有那個石油 那個什麼 石油氣壞泄的 但是我們故意加進去的 其實就像我們那個汽油 你知道嗎 無論如何就去 去加油站加過油 那個925000跟955000跟985000 那個顏色不一樣喔 可是告訴你啊 汽油原本都應該是什麼顏色 你知道嗎 都是透明無色才對 可是為什麼92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92好像是紅色的 然後95好像是 藍色還是綠色的 然後98又是另外一個顏色的 然後也是一樣的狀況 為什麼它不同的顏色 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車子 他們就是要用98的汽油才能夠用 所以它那個顏色是故意加上去的 去做分別說 這個汽油是92 這個是95的 但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個加油站裡面 如果Y10那個 那個什麼 油罐車加進來之後 我問你啊 它哪裡去到哪個管车 加哪個哪種汽油 你是不是先到一個車 看喔 原來這個是紅色的 原來那是92的 要不然你去想 如果三個顏色都是透明無色的 你怎麼分別 是哪個是92 哪個是95的 聽懂嗎 所以你記住喔 汽油也是無色無味的 然後石油氣的話呢 也是無色無味的 那你聞到的車位 是我們人類自己加上去的 因為那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漏氣 這樣子 會啦 OK 所以你看這邊也是一樣 汽油是由那個牛油分別的道德 是屬於地態的這個 碳性化物 然後也是在當中心 這個汽車的燃料這個沒什麼問題 好 然後重點來這邊逼 你要劃起來 早期的時候 為了降低汽油在燃燒的時候 產生暴震的現象 他在汽油又加上東西 寒鮮的物質 他會製作一加寒鮮 是因為他讓他的武器 這個汽油在燃燒的時候 不會產生那個暴震很嚴重 可是問題來了 他燒出來的那個煙啊 冒出來那個煙有沒有 結果還有這個鮮 凹著什麼就造成那個重金屬污染 所以後來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不用那種東西 寒鮮的這種物質 他敢用的是其他這種 所謂含氫的化物 來防止倒震 OK 會啦 好 那 所以我們用什麼含氫的化物呢 就是我們用的是鮮碗 所以就有929598 那當然我們可以知道說 98的無鮮汽油 它的抗震性是最好的 這樣子 會啦 OK 好 在這裡把它 寫上去